现年43岁的方力申自从与邓丽因分手之后感情一直都空白虽然有传出过不少的飞闻 但直到日前方力申才被爆出库成功虽然方力申未正式公开他们的关系 但他已经介绍了给朋友认识了 据指方力申的新宽叫Mabel Yeap是一个艺术家被人说他是异质版馮盈盈 Mabel Yeap的社交平台有不少他的画作全部都是充满个性的素描作品 另外他更精通中文、英文、韩文等等的多国语言 而被爆出库之后的方力申对于戀情就没有立即承认而是转口风话 此几日再说 不过Mabel Yeap就火速给网民起底 结果竟然发现Mabel Yeap疑似是邪教信徒 有网民在一条纪录片《以神之名信仰的背伴》中 发现其中一个受害者的外形和方力申的新宽未报叶好相似 受害人叫葉轩 这一套纪录片是以邪教为主族 讲述受害人葉轩是涉理教前信徒 去年3月16日曾经召开记者会 指控教主郑明昔曾经受到猥蜀和性侵他 并且被信徒跟踪 葉轩在记者会中用流利的韩文说自己是来自香港 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感到这个世上很虚空 而刚刚当时他就遇上了涉理教教徒 教徒以文卷的形式接近他 令他加入了涉理教 并且很快地得到教主郑明昔的提拔 获照去到涉理教圣地玄冥栋 成为了高阶圣地歌手 可以享有和教主贴身活动的机会 令到一众的教徒都很羡慕 而另外,叶圈亦有为涉理教华人教徒做翻译 将教主的活动直播或影片翻译成中文